喂 好 卡 快來快來 來寶貝 來看一下你們剛剛拍得怎麼樣 到這兒來 我們記錄者 是在創造一個不是瞬間的東西 影像它像文物一樣 它會被流傳下去 好 好準備兩位小朋友 開始 太快了 慢一點 丁丁當你看小白哥在哪裡 我叫楊丹 是一個母親 一個妻子 一名獨立的編劇和導演 好 油 吃香香 不是 吃香香 對 相關何處就是我用手機創作的一部小短片 開始 開始 我開始一段 放你的那個藥在丁丁當頭那個位置 不要 不要 這部手機是當時我懷孩子的時候馬上要生產了 我爸爸突然給我送了一台手機作為一個禮物 就當時跟我說了一句話 嗯 等寶寶出事以後 你就用它來拍寶寶 好夢 當時其實不太在技術層面上有把握 但是在拍攝過程中我會覺得它讓我打笑了很多這上面的一些顧慮 小朋友跟老人家他因為是非職業演員 所以他拍攝的時候很多那種一下下刹那間的東西 其實是要被我們迅速地被判斷 把那一下捕捉到 那一刻至少是當下我被感動的 從東北跑啊 跑到那放 你先以為他就在那放 就這件事情在手機創作過程中我覺得非常自然地流露 所以它就慢慢地會帶給我一些 嗯 不要考慮太多外在的這些技術指標的東西 手機能創作能拍影像拍故事 我覺得這是全民可以來參與的一件事情 對於我來講就是突破 其實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創作的影像是帶給人一定的溫度 還有包括能有一些些露心的味道 你是這麼來開場的 對 放在他們 就你之前的那個場景 插入的回憶片段那個 就最近在拍攝也是小朋友題材的 從生活裡面去發現美 讓我的小朋友跟他的表哥一起完成 我們帶著他去尋找他認為美的東西 下輩開始拍咯 完 停 其實當時的目的真的好簡單 真的是印證了老爸學那句話 你就多拍一點吧 就拍就好了吧 这一单过来 你